作词 杀慕以己上第二章 阿纳祈祷说 我从心里起落于上主 我的头恩天主而高仰 我可开口嘲笑我的敌人 因为我起落于你的救助 没有圣者 相似上主 随你以外 没有另一位 没有盆石 相似我们的天主 你们别再三说狂言 别口出豪语 上主是全知的天主 人的行为由他衡量 壮士的功已被截断 虽弱者反而力量倍增 曾享饱育的金融供求食 曾受饥饿的金无需劳液 不任的生了七子 多产者反而生欲停顿 上主使人死 也使人活 使人降入陰府 也将人由陰府提出 上主使人穷 也使人富 贬益人 也举洋人 上主由陈埃中提拔非战者 从分土中高举贫穷者 使他与皇后同籍 承受光荣座位 大地之处原属上主 之处尚奠定了世界 他保护虔诚者的脚步 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 因为人缺不能憑己力获胜 那与上主敌对的必备粉碎 至高者在天上名雷 上主要裁判地极 赐予自己的君王能力 高举受负者的冠冕 以后握以卡纳回了纳马本家 又同却留在厄理大师祭前 奉事上主 厄理的两个儿子 原是无恶不造的人 不怀念上主 也不关心师祭对人民的义务 若有人来杀生献祭 到主祭欲时 师祭的同伯便来 手持三次叉 插入顶旅 窝旅 赠旅或国旅 凡差上来的 师祭就拿去自用 他们尝这样对待 所有到始来来的以色列人 甚或在焚化油脂以前 师祭的同伯来对献祭的人说 把欲给师祭去敲罢 他不向你要熟育 他要生育 如果人答应说 先得将油脂焚化 然后你可随意拿去 他必答说 不应立刻给我 不然我就来抢 这两个少年人在上主前犯的最极重 因为轻事了献于上主的祭品 杀慕以幼同穿着细麻的厄忽得 在上主面前攻击 他的母亲每年吸他做一件小爱厂 当他同丈夫上来献年祭时 就给他带来 厄里祝福厄以卡纳和他的妻子说 愿上主由这妇人再赏你一个儿子 代替献给上主的这一个 然后他们就回了本乡 上主看顾了压纳 他怀孕生了三男二女 杀慕以幼同在上主前漸漸长大 厄里已经狠老 他听说他的两个儿子对众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 和他们与在会幕门旁复役的妇女同遂的事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作出像我由众百姓那女听来的这些坏事 我而 不要这样 我所听见的风声实在不好 你们竟使百姓远离了上主 人若得罪人 上有天主审断 人若得罪上主 有谁为他求情呢 但是他们仍不听父亲的话 因为上主有意使他们丧亡 杀慕以幼同漸漸长大 为上主和人所喜爱 有一位天主的人来到厄里面前对他说 上主这样说 当你祖先的家人还在埃及法郎家中当奴隶时 我不是再三显现给他们吗 我不是从以色列众之派中 特选了他们作我的施制 想我的祭坛坟香献制 穿握忽得到我面前来 今将以色列子民的伙祭祭品全次 给了你的父家吗 那么 你为什么还要窒视我所规定的牺牲和数制呢 竟重视你的儿子在我以上 用我的人民以色列所献的最好的一份 养肥了他们 因此 请听上主以色列天主的段语 我曾许下 你的家和你的父家要在我面前永远往来 但是现在 上主的段语缺不能如此 只有那光荣我的 我才光荣他 那兴是我的 必受兴是 时日快到了 那时我要坎下你的被驳和你父家的被驳 使你家女再没有权威的长者 以后 你要窒视我次与以色列人的一切幸福 可是在你家女永不会再有权威的长者 我也不愿将你的人由我的祭坛上进行消灭 致使你的眼目分化 心神忧伤 但你家中大多数的人要死在人家的刀下 你的两个儿子 和弗尼和披乃哈斯 所要遭遇的 为你是个先兆 他们两人要在同一天死掉 我要为我兴起一位忠信的施制 他要照我的心意行事 我要给他建立一个坚固的家庭 他一生要在我的受负者前往来 那时 凡你家中所存留的人 必要求拜他 为得到一点钱或一片饼雪 求你容我参与任何一种施制职务 使我可以胡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